介绍,GinniV3密是从2014年开始两年会出现一次的大坑 那2018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三天四轨的总共有60场议程的会议 然后大概有130位工作人员 所以2018年办完之后我们就觉得一个会议办到三天实在太累了 我们2020年一定要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2020年决定要办四天 然后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要搬到台南去 那所以今年的Summit的日期就会是12月3号到6号 然后会发生在台南 那这是2018年的总招Epa 恭喜他搬出深坑 然后自从他搬出深坑之后 这个坑的形状又改变了 所以就到底是谁把这个坑挖得这么大呢 就基本上是三位共同招集人 就是我还有只好还有Best 那因为这个坑的形状实在太大太深了 我们三个蹲在坑里觉得一定要多拉一点人进来 所以我们又找了一堆共同的主办 来把我们一起筹划今年的Summit 所以今年除了Summit的工作小组以外 Summit的工作小组组成 还有很多其他的共同主办 包含五银咖啡台南好想工作室台南新雅 还有现在正在hold这个线上大松的旧宗团 还有国际交流小组都会加进来 那我们一起蹲在坑里就会互相取暖 会可以进行的比较顺利一点 好那现在的Summit的进行的过程 我们miss掉了一些时程表上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功在四月开始公开征件 但是我们六月就会开始公开征件 那今天下午也会召开第一次的工人大会 接下来 那虽然Summit的工作小组已经行 已经大致上都着急完成了 所以现在工人开始入货入的进行中 但是如果你不是工人的话 你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参与的 今年的Summit会时不时释出一些可以公众参与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下午会发生的 今年的Summit主视觉要投票 那投票的HackMD在上面这个连结 那投票会是由工人来投票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HackMD上面 对今年的主视觉发表意见 所以欢迎大家现在就去看一看三个主视觉 然后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那第二个可以参与的事情是 大家还记得GinniB公民科技奖助金吗 我们的GinniB grant是在线上公开提案的 然后提案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 让大家公开讨论的事情的活动 那这个线上讨论的 这个讨论的工具 大家可以在上面对提案的内容发出疑问 然后提案的人也可以来回答 那今年的Summit也会用这样子类似的系统 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的Summit的公开征件 是真的是公开的 大家的提案全部都会在发送过来的时候 都会在线上出现 那我们也会召开一段时间的线上讨论的活动 那大家可以在六月的时候 对每一个议程的提案提出意见 所以最后还是请大家 除了欢庆零确诊以外 还是要注意多洗手 然后注意防疫 希望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顺利的出门 然后顺利的出国 然后来台湾参加我们的GinniB grant 谢谢 谢谢 好